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三匹马就分别选了这三位骑士的马匹 首先先说到第一匹就是新马游里 这匹马临场的时候低票低得蛮多 它也正如我们说的安排马 我们的安排马理论通常都实现的 特别那场新马赛是越多安排马 那些名牌的那些有表现的马匹最危险 所以第二场赛是那场新马赛 这个名牌马就是一针见血 结果感觉有点被打得落花流水 那我们看看游里在那场赛事的演出 事实上那场赛事不单只是游里有票的 好声音也有票 这个约翰激光也有票的 我们看这三匹马怎么去围攻一针见血了 好了 游里的彩衣很多人熟的 黄金箱的彩衣 出杂不快的 7号就是他的 白色 蓝色 袖子的 现在在这个短图赛事以他的出杂 事实上是落在下风的 这马群的最后面 那前面那一匹就是这一匹 在上次演出不算是很差的 浩越 然后就是看到这个一针见血了 已经是跟着第二位 以他上次为什么输呢 就是因为出杂慢 而这场赛事白布朗就没有犯这个错了 文罗他上次出杂慢 让他就是没有办法可以上名 但是文罗今天这场赛事呢 就去取这个游里 白布朗没有犯错 但是文罗对这匹一针见血 那个认识的更深 所以游里呢 就没有说是很怕这个一针见血 在前面带得很快 所以现在走到直层的时候 一针见血已经摆脱前面的浩越 后面追上的另外两匹马呢 就是好声音啊 也有这个约翰激光 但是都比目上另外同样是安排马的 这一匹就是游里 三匹安排马 与这个游里走是更好 而一针见血 这一匹上次已经有参赛经验的 最后只能去取一个第二名 好了 再看看这个周围系统 落后蛮远的就是这匹游里 但这匹年轻马呢 他的这个后冲能力 真的是在这场赛事发挥得淋漓尽致 原本这一匹呢 八号的也就是一针见血 已经先透出来 不过呢 在最后阶段还是让这匹安排马 而且是临场 有票的这个游里呢 给越过了大概是有一个马位的 那下来我们再看看 你看转入直城的时候 当然前面领放的是一匹冷门的这个马匹 也就是浩越 不过接下来呢 就这匹大人们八号的一针见血 这个时候已经赶过了这些领放的冷门马匹 而且俐落的冷门马匹 眼看那一针见血有机会要赢马的时候呢 就让一匹有票的这个游里 从大外来的位置冲了上来 三步两步其实就很快地越过了这匹呢 这个一针见血 结果一针见血最终还是能够维持一个第二名呢 它的演出已经算是可取了 对了 不过以后记住 新马赛事那些第一次出赛 我们叫安排马的马匹 它的票你必须要留意 最后阶段跌票那一匹 最多通常都是演出最好 是 因为游里刚开始是一匹冷门 后来就一直在跌 一直在跌 跌到最后开闸的时候剩下十多块 好像是第二热门怎么样 是 变成第二热门了 所以这类型的这个马匹 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 当然莫雷拉在这场赛事 另外一匹新马约翰技工 因为状态不是在最佳的时候 可是能跑进一席之位也是不错的 很努力的 他起码是很努力的 对 那说过了安排理论 我们时常在这个赛后点评站 也说到了对手理论 如果你输给的对手太强的话 接下来你降级作战 或者面对更弱的对手呢 你就会有更好的走势 我说的就是莫雷拉的这笔爱兰叛军 特别是他上一场赛事 是跑今天赛事高一级的赛事 输也无所谓 再回落到这个赛事呢 然后看看他之前几场赛事的对手 更强的话呢 这匹马的机会就越来越高 是的 来看看爱兰叛军 如何赢出了这场赛事 爱兰叛军这场就是 他来到本地的第六场赛事 之前是没有办法赢马 但是曾经赢过他的马匹呢 就是很厉害的斜金神巴里星宝贝这些比较高水平的马匹 而今天回到这个第四级你看他现在呢就是跟在马群的中间 不是前面太慢也不算是很快 但是通常莫雷拉最喜欢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了 就是在马群的就是稍微落后一点点 但是走位必须要在内南或者是第二叠的位置 现在前领的就是一些没有什么威胁的让我去啊 然后呢是马可斯诺今天为什么输呢 就是因为他太早进闸 这站在闸商里面呢 就是让马匹呢好像是不懂得怎么跑了 一出来的时候呢就乱了那个步伐 而且呢他排位也不好 所以虽然说他现在已经跟着那个步伐走在前面 但是很快呢他就利落了 反而这匹爱南叛军一闪到这个外面 通常就是莫雷拉迎马最厉害的那个走位 就是在这个内南闪出来中间 然后取得空位 一打遍下去呢马匹的反应就非常的凌厉 现在就先越过让我去再打败这个马可斯诺 后面的马匹呢根本就后劲没有办法比得上他 因为他曾经是输给这个宝贝跟巴里 现在是高水平的马匹 好啦看看这个走位系统了 在前面呢就有这一匹让我去 也是在千四公尺演出不错的级别 对他来说有点高的马匹 中间上来还有马可西诺 不过呢这两匹马都没办法抵挡得住 爱南叛军在最后阶段的这个走势 你看是非常的这个强劲 可以说在这样子一个组合里面呢 他碰到的这个对手太弱了 结果也让这一匹外来马匹呢 艾兰叛军可以说在本地赢得他的第一场投马 赢得相当的这个轻松 在直程的时候马匹呢全部是一字排开的 中间先透出来的有这匹马可西诺 但马可西诺因为排位不理想 所以已经影响了他早段的这个演出 所以在最后阶段呢 还是让这一匹体型也算是蛮庞大 500多公斤的这笔艾兰叛军呢压倒了 不过我们时常呢虽然对这些外来马匹 有些许的这个怀疑有所保留 但是就因为他今天碰到对手比较弱 所以也算是赢得轻松啊 我对外来马匹的印象就是 第一场他应该没问题赢的 赢完第一场就要小心 后遗症 后遗症 往后就不一定比那些本地起步的马匹好 而且他今天也拖得比较重 但幸好马匹本身体型还蛮庞大的 对啊下一场赛事要小心一点 因为没有那么好的环境 是因为下一场可能就碰到更强的对手了 对因为升级了嘛 是那说过了对手理论 还有一个理论呢就是降级的理论 这个降级理论呢很多类码是都用的 赢马升级 跑几场赛事减分 来到这个原来的班级 再加一个坚实声 就是他动手的时候 这匹赌王一降级 回到他最擅长的1700公尺沙地赛事 赢得非常的精彩 再加上临场跌票 对 这个很重要的那个讯号 我们来看赌王怎么赢 赢得非常的轻松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第五级的马匹 赌王这场赛事呢 是跑他最擅长的中距离的赛事 排位对他来说 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因为他实力比这个这匹马高很多 所以很轻松 海里就把这匹马放在前面 一走在前面的时候呢 这匹马就可以说是控制整场赛事的步数 不用太快 当然也不要太慢 因为太慢 你前领不是太有力 所以他很轻松就在前面领 然后跟着他后面的马匹呢 基本上是实力跟他差很远的 事章 在那场赛事是一匹很冷的马匹 然后有实力的马匹 像这个铁姑娘呢 粗杂又不懂什么情况 远远落后 再来跟着那个布泽啊 然后呢 莫连拉里魔星啊 本身只不过是第五级的马匹 尽管走的位置不错 但是到直辰的时候呢 就看得出很明显 这类马匹的半级的距离是多大 赌王 事实上啊 如果内马是有这个心去拼的话呢 第四级他依然是可以赢的 但是当然赢的时候呢 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马匹拼得比较辛苦 但是在第五级呢 他赢来就轻松的多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陀仲 但是幸好现在赛马有一个制度就是 有尖石胜可以减半 尖石胜不会是每个人都可以胜任啊 但是海里是我们经常说的 尖石胜中的莫连拉 他的骑工 对其他的骑士来说呢 减半之后呢 他不会落后太远 所以星期天的赛事呢 他赢了三场赛事 当中就是这匹赌王赢得多轻松 你看转到直层 轻轻打两边 因为那些马匹的距离太大了 最少是距离有六七分的那个距离 所以呢 最后的赢马的距离呢 都是跟这个评分来说了三四个马位 好啦 下来看看这个走位系统了 在前面透出有一个多马位的 就是这匹赌王 那基本上第五级的赛事呢 真的没有太多的这个后上的马匹 结果呢让这匹赌王在前面轻松的这个领放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马匹去挑战他 在最后阶段呢 他赢了好多个马位哦 真的是一降级立刻这个动手 完全是不等待 因为他觉得今天呢 应该是最佳的这个时机 转路直层 看看赌王在前面 这个时候是透出一个多马位 后面在追他的都是一些比较冷门的这个马匹 而且对他来说呢 是毫无威胁的 像这一匹施张呢 守在比较中间的这个位置 那后面冲上来呢 也有多匹马 但是这些马匹也是对 这一匹赌王呢 真的是毫无威胁 大外栏上来一匹呢 10号的 那就是这个宠儿 也是一匹尚未夺标的这个马匹 结果只有一匹呢 最近赢了两回的这个第九道 看来走得比较接近一点点 但是也是毫无威胁的 所以我展望这个赌王呢 他往后在这个第四级 可能也是混混饿饿这样子 减分 等到他再来第五级 反正他现在年轻啊 上上下下可能几次了 所以到第五级你就考虑他了 总之第五级的这中距离的 这场合呢 你真的是要留意这匹赌王 他也不会再等待的 只要机会一来就会把握住的 反正他年轻嘛 是 好了 我们这时候来看看 星期天的裁判报告又有哪些 那星期天呢 就六场六号这匹惯性 赛后回来发现 右前提的提铁脱落 另外七场八号这匹 老虎总裁马鞍华宜 可是最终还是赢马 八场八号无敌巨人 钓马鞭也是赢马 九场三号的巴里星 刘比蟹呢 结果争取到一个第二名 还有十一场八号的贵夫人 那则是马鞍华宜 总结星期天的这三匹马 首先这匹新马就是尤里 他一出即胜 看来他的潜力呢 是还没有用尽的 另外就是艾兰叛军 回降到第四级组合 是尤里出击的 跟着就是赌王 降级对他来说是非常的有利 而且如果减棒的话 看来这个效果会更佳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多匹马 可以说是在有状况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赢马 或者跑进位置 真不简单 这个可以说是 他们是有一点超级的感觉了 是 可能在那个组合 他的对手很差 所以以后还需要留意 那几匹有状况 都能找到好的马鞭 是 好了 今天的赛后点评站 也跟您分享到这边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